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8月6号进行的第五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16强的比赛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李全豪 那在讲这盘棋之前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这个韩国仅剩下的三位棋手全部遭到团灭 然后八抢战完全被我们中国棋手所包揽 这个今天可以说是让众多棋迷非常兴奋的一天 那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盘棋的结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开局深圳旭向小木之后大跳白棋新小木 挂脚之后拆二 黑棋脸三三 右下黑棋主动邀请米刀 白棋避开战斗 然后拆边 单关跳 手脚 黑棋再拆 白棋直接打入进来 这个下法是现在非常多见的 以前的这个理论一般都是对方拆 我先逼住 有了这颗子作为坚硬再去打入更加严厉 现在没有这一套 直接打进去很常见 黑棋小尖 白棋碰脚 接下来黑棋扳 白棋扭断 这个棋如果说黑棋打的话 白棋右下先顶一手 交换 然后再跑 白棋是镇子有力的 然后黑棋打吃 沾上就按照正常的这个定势来下 白棋可以长一个 打的话 立下去之后再一拐 通过弃子 把这里给联络完整 黑棋封锁的话 白棋可以跳出 像以后这里的这个挡珠 黑棋打白棋反打 都是先手 实在不行的时候 还有这种二路拖 做活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另行 实战黑棋长 白棋二路打吃 连续爬 这里黑棋不要随手去断吃这颗子 这样的话让白棋一立 再一顶 顶到这儿 白棋的这个眼位变得非常好 然后你黑棋加持 还要再遭到白棋这一靠 靠完之后再一跳方 眼位又好 出头又非常的广 那这个黑棋不太满意 所以说打吃在上方是正确的 白棋沾黑棋顶 那下一手棋的话 这个白棋不可能这样去联络的 不然的话被黑棋压过来 你再虎一个做活 这个也太委屈了 而且黑棋外边铁后 所以说白棋肯定要冲 黑棋拐住 白棋再夹 之后黑棋一路搬 把这个给吃掉 那这个棋的话 白棋如果说 打吃虎一个是第一感 其实完全可以 黑棋搬的话 白棋拐头 再踢住白棋就不要继续往前冲了 因为再冲 你这个气也长不出去 你再冲黑棋挡住 外边断打 黑棋就跟着跑就行了 你最终这个倒铺 还是得 那白棋直接这个搬一个 黑棋挡住白棋 打吃完之后 沾上打吃 再一虎 可以把这个左下角的空给拿住 黑棋左上要吃的话 还得再活一个捕棋 其实这个白棋不错 实战白棋选择靠一个 那黑棋挖 沾上白棋双打吃 再提掉 黑棋吼一个 吃掉这个左上角 这样下的话 白棋的这个边控不如刚才多 但是外边把话 还算是比较的厚 然后连续二路爬回的话 也给黑棋这里制造了一块枯棋 黑棋大跳出头 接下来就看白棋的这个攻击了 这个棋白棋比较冲动 这个左上角 你如果说把这颗子给拖出来 想让黑棋这个 收起吃的话 那也做不到 黑棋可以靠完之后双一个 白棋这朵花还可以继续跑 再被黑棋跳出 再出头 那白棋反而被缠绕攻击 而且白棋中间并不厚 实战白棋选择向不飞 这个对黑棋的出头压力很大 黑棋连续的冲出来之后 往上跳一个 因为白棋中间厚了 上面这颗子有出动的可能 接下来白棋拐头 黑棋大跳 白棋贴住 黑棋再长 把这个眼做出来 大致是活棋 但是没有活干净 接下来李全豪又往右边去打入 这番棋也是通过两手打入 看得出来非常的主动 这个棋的话暂时不怕黑棋封锁 因为你要是飞 白棋靠压 闯一个就可以出头了 你要是尖锋的话 白棋直接冲 搬的话反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黑棋断 那白棋可以二路拖 拖完之后打吃下来 你不可能这样去包 白棋的 不然的话这个黑棋 这个太重了 主要是左下角你不活 白棋以后就算开截 这个左下去连走两手 黑棋不跟着硬的话 也得死 所以说白棋截才多 黑棋还是要跑 跑的话白棋直接来个断打 断打完之后再一例 那黑棋直接完蛋 外边补齐 这里可以打吃 上方补齐 白棋在这里一吃 黑棋就站不上 总能把黑棋的一边 给吃通掉 实战黑棋先往上飞压一下 这个意图也非常明显 就是如果说白棋跟人 多了这手棋的交换 黑棋再来飞风 那白棋这个头 就要被黑棋给摁进去了 所以说意识到危险的白棋 也是及时的选择 小肩逃跑 黑棋挡下去 然后白棋底下顶一个交换 再往右边压 黑棋力是一个很大的棋 然后白棋右上 扮完之后再虎一个去做活 黑棋打吃完之后 沾上白棋冲完之后再尖顶 这个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活法 下手棋 黑棋向不飞 不断 那这个格局就看白棋的选择了 双方各有一块大控 是对围还是互破 互破的话呢 那白棋可以往这掉一个 当然黑棋也可以深入进来 这样互相掏空的话 白棋的这个控可能会被黑棋 更快的给这个破坏掉 因为中间手间没了 右边被黑棋搬起来之后 白棋断 黑棋打完之后再沾 你得去吃紫 黑棋再往中间这里跳一跳 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 有点不太划算的样子 而且底下的这个后势 还要遭到黑棋的反攻 以后向这里点刺 这个眼位还不太行 所以说白棋先选择大飞 互围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是先飞了一个 主要这个地方不飞 以后被白棋这样飞到 再顶一下 黑棋也不舒服 黑棋先飞一个 一般来讲 这个地方的要点是小飞 黑棋贴出白棋长 这样围比较稳妥 李全豪选择的是大飞 这个棋也是一个双刃剑 破黑棋的空 那跳下去就能破 但是同样也给黑棋 留了一个靠出 这个反破白棋的这个手段 接下来黑棋往右边跳 继续在内部去掏空 这两颗子 这个白棋不好杀 你如果说赵主的话 那黑棋飞一个 你冲断 黑棋打吃完之后 再往这拔花 挡下来的话 那黑棋这里刺一下 再搬一个 这个都已经可以做活了 白棋外边还薄的很 虎一个的话 黑棋直接二路跳回 这里黑棋可以掏掉一块 实战的白棋长 先把自己变厚 黑棋拆个一 同样的白棋挡下去 还是杀不掉 黑棋要想做活很简单 飞刺一下先手 二路尖一下先手 再往这儿做一个猴子脸 这个眼位是非常充足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杀就不要去想着杀了 白棋直接自己联络 补一手 黑棋小尖连回 接下来轮到白棋出手了 上边跳一个 下一手棋深圳去走小了 就这个地方 目前最大的是 左下角这手拐头 又掏白棋的边控 又把自己变厚 使得这块棋可以后续免遭搜刮 至于右上的话 这个白棋长一个破眼 黑棋最不知死 可以直接往这儿去点刺一下 因为这个白棋不补的话 会被黑棋给间断 这个补的话呢 随便他怎么补 比如说小尖这样冲断黑棋 吃一颗子 那黑棋从上方拐回 也是活棋 又或者说白棋要是外靠一个 那黑棋就搬 白棋顶住的话 黑棋再补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从二路连回的 还是底下这里的价值 现在更大 实战黑棋往上补 这手棋超级缓 胜率也是降了不少 差不多前后出入四五十点的胜率 这手棋是一个大还手 然后这个李玄豪也是及时的 发现了底下这里的这个要点 冲一个之后飞 这一飞 连脚在边 差不多都要围成了 而且黑棋还不活 刚才像如果说黑棋拐到这儿 这个以后掏空的话 说不定可以这样大飞进来 现在被白棋走到 那黑棋肯定是不敢这样飞了 这个眼位成问题 所以说黑棋搬一下 那这个地方甚至于AI 还有这个要动黑棋的意思 就有这种穿向眼的可能 这里黑棋肩顶的话 白棋还有这种夹的破眼手段 夹完之后再断 这个确实挺严厉的 你下边扳的话 白棋拐打 左边顶一下白棋挡住 里边打吃 那像底下白棋可能还会有这种断 这种棋是非常严厉的 你要打的话 还有可能是这种打 所以说这个棋可以考虑 但是现在白棋局势不错 没必要去冒这个鞋 就直接搬一个 黑棋左边顶住再顶 真的很俗 把脚上仅有的一些羽味 也给全部卖掉了 就是为了扩大眼位 然后再尝 这里一通搜刮之后 白棋又下出了AI的一选 这番棋李宣豪的这个发挥 简直是如有天珠 这个黑棋搬白棋断 也是后续的一选 这个棋的话 这个黑棋打 白棋可以团在这儿去打吃 因为黑棋你不可能再打吃进来 你如果说这样反打 再沾上掏空的话 那左边被白棋一冲 黑棋不入气了 被反杀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只有提 白棋可以挺个头 把中间全部牢牢的围住 这个就是靠完之后 断的一个巧妙 用法 实战黑棋先挺头 那白棋就打拔这颗子 也是牵手便宜 马上要冲 黑棋打吃 补齐 白棋再抽空 把这个中间的靠给补掉 这个间顶一补的话 那现在白棋是 局势越来越明朗了 接下来黑棋往里冲 冲完之后又从这儿靠出 这个地方也是步步进行 白棋千万不能大意 如果说直接斑断的话 要出问题 因为黑棋往中间这样一断 你右边冲能冲到这一下 那这里得补 对吧 你不可能尝尝的话 被黑棋一打再一打 真死了 打这个呢 黑棋往底下尝一个 你要是胆敢沾上这颗子的话 被黑棋直接来一个断 打完之后打吃 白棋提 黑棋再来一个抱吃 就通掉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很薄 白棋也是发现了 赶快把这个上方 虎一个彻底补后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反正黑棋要跟着硬 比如说几个 黑棋就打进去破眼 给你双打吃 脚上立一下体调 白棋冲 你跳回 这样他可以再往上打 这个都是先手 但黑棋联络之后 白棋右边再跳出 这样呢双方还是互破 白棋中间被黑棋套掉 但是黑棋上边也是不成样子 但是算一下总账 仍然是白棋便宜一点 因为周围有非常多的这个暗幕 实战 黑棋小间进去直接掏空 那白棋往上打吃 刺一下黑棋沾 白棋再往上跳 这个跳一边掏空 把黑棋仅存的这个幕术 给这个直接击溃 还有就是威胁黑棋大龙的死活 黑棋先来一个斑沾 白棋挤一个坐眼活棋 黑棋二路跳 其实这个棋的话 现在白棋已经优势了 胜率也是逐渐的让人非常的放心了 差不多八九十了 那白棋这个时候最大的应该是挡猪 挡猪的话 这个黑棋断一下 吃掉两颗子做活 白棋还有这种二路夹 打吃的这个搜刮 这样黑棋还要再往上打吃 才能活棋 白棋可以把这个中间的空 再收一收 右边和中间一便宜 这个棋就更稳了 那白棋在担心什么呢 他可能是担心黑棋碰在底下 又要掏空 又要你左下补棋 又对这个后市造成威胁 其实这个还好 因为白棋就算这里补一下 你这个随便怎么走去分段 这个后市随便走一走 不至于死 马上就跟中间可以连回了 眼威也够 实战白棋往下拐住 当然也很大了 不过没有右边这个黑棋 扳完之后这个小剑大 但实战甚至去也没有走到 他选择往左边拐一个 破中间呢 这个白棋不要了 右边冲下来 还是走到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这盘棋后续就要拼这个关子了 黑棋先往底下掉一个 这个棋同样遭到AI的差评 觉得还是显小 像白棋右边这个班就很大 而且这个班是一个 这个相当于先手啊 你要是挡下来呢 白棋打持着这里提 逼迫你到时候粘回去 白棋牵手便宜 你要是不走 比如说你在底下肩顶去掏空 那右边还有棋 右边被白棋扳断 打持 你要是敢粘 他就把你贴进去贴死了 你要是反打的话呢 白棋提 挺头的话 这个白棋往下一立 再把下方这个后市给他联络 这个也是白棋满意 所以说这盘棋后续的判断很重要 实战白棋还是跟着去捕雷手 变一个 黑棋冲完之后往中间断 开始威胁右边 但是这个棋还好 白棋最为简单的就是 打一个 虎一个 就可以安定了 黑棋中间这两颗子要送 他要是想通过这里点刺 然后这样去联络的话 白棋可以不答应啊 他点刺你就冲就是了 再长再冲 就把这三颗子给收掉了 实战白棋单长 那黑棋还是点刺 接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中间已经是个不毛之地了 因为左上露着风 黑棋有个拐头 中间点刺也可以深入进去 所以说AI的建议呢 就是白棋不要在这纠结了 他不是想断开白棋吗 那白棋直接就在右边挡下去原地做活 而且黑棋还得在后手去补活 打完之后沾 白棋二路一夹 仍然是刚才的套路 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还是非常不错的 中间就不管他了 实战 白棋还是沾 黑棋左边跳一下 白棋飞刺 小尖联络 黑棋再往里挺投 接下来白棋小尖 马上要抱持这颗子 黑棋外边贴回 白棋拐头 黑棋在虎 然后白棋再来这手靠 这个也是AI的一选 所以说今天李轩豪的这个状态 可以说是非常的爆棚啊 真的是无人能敌啊 接下来这个黑棋班 白棋的下法很多 只要保证左右两边都是活棋就行 也可以选择直接贴住 黑棋要是打这个呢 你就再一打 他这个棋筋还是接不归 长一个的话 白棋还是打这个 他沾的话呢 白棋左边直接把这个眼给瞪出来 上方再提一个 把这里彻底变厚 也是白棋优势 实战白棋断啊 也行 黑棋打吃完之后 选择再打 如果贴住的话不可怕 贴住的话白棋可以拐打 左边白棋是活棋 因为他要是挤一个 这样去破眼的话 他还得落一个后手 去把两颗棋筋给拐回 这样白棋往底下一跳就回家了 这个棋毫无全练 冲的话再唬一个 连回 实战 黑棋断打完之后 沾 那白棋打吃 接不归 联络之后 黑棋右边立 收关 白棋再挡住 黑棋变一个回家 白棋中间先提一个 左边贴住 这个棋也是个先手啊 如果说这个黑棋不走 被白棋夹进来的话 这个棋要死了 那你冲的话 他再冲你断不了啊 挡住的话 这个也是先手 这个地方全是假眼 马上就要杀棋了 所以说黑棋变一个做活 白棋还是往这靠 好 黑棋顶住 白棋先断一手 做交换 接下来差不多要进入 比较小的棺子阶段 最大的呢 是底下这手冲 冲完之后沾 因为黑棋也连不回去啊 他这个棋 不管怎么连 这个都会被白棋给扳断 他也只能连这个 然后尾巴会被白棋给断吃 这样的话 这个棺子目前最大 但这个判断确实挺难的 实战 白棋右边挡住 优势稍微少了一点 黑棋底下打吃 白棋中间贴住 黑棋右上吃棋 下一手棋 AI的一选是 三路跳 小跳 黑棋打的话 白棋再跳一个 就把这二围住 很稳 已经9899的这个胜率了 实战看得出 李轩豪也是毫不手软 并没有因为优势 就放松这个 拼搏的这股劲啊 选择的是直接拆二 这个稍微虚一点 但如果能全部围住 比刚才便宜 希望的就是黑棋 还是打 打完之后立 让白棋跳一个 这个围的确实比 刚才小跳围的更多 深圳旭这个时候 也是判断 已经快要输了 所以说放出胜负手啊 这里直接碰进来 但这个棋 确实不厉害 白棋上下两边 扳都可以 也可以选择上扳 上扳黑棋顶一个 白棋冲 你再往上扳 白棋顶一个回家 再虎一个 你沾上的话 白棋就把这个刺给补掉 这样让黑棋连回 白棋再去先出手关 黑棋便宜的有限啊 不足以撼动白棋的优势 实战白棋 往二路扳也行 黑棋反扳 白棋断打 完咒 沾上 李轩豪已经完全算清楚了 接下来 黑棋爬回 白棋贴住 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就无脑往前冲的话呢 那白棋就继续冲断啊 黑棋这个地方 你只有三口棋 你冲的话 白棋一挖 像这个断点 黑棋都不入气的 那这根棍子直接死 接下来 这个盛争旭开始骗了啊 往这个中间去靠一个 李轩豪先往上扳 黑棋站上 这个棋 黑棋什么意图啊 就是希望白棋冲 这样黑棋可以冲这个了 你再冲断的时候 黑棋挡住 那你白棋要想 活命只能主动扑结了 这个是白棋 非常失败的一个图 但这种地方非常简单 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手斑了 黑棋再往里冲 继续骗 这手棋就希望白棋冲断两颗子 然后再去吃上边这两颗子 这样被黑棋中间 这样连续的打吃之后 再一沾先手 等你沾上的时候 他再一冲 把你这个大龙全部给杀光 外边这个白棋也跑不掉 会被夹死 这个棋都是属于 低级难度的 这个 没有任何的威胁 白棋选择拐住 黑棋粘 然后白棋右边冲一下 一路扳 黑棋中间冲一手之后 打吃先手 粘上 白棋底下粘 黑棋一路猴 白棋断 黑棋再跳 然后白棋长一个 之后黑棋往中间挤 这个地方 黑棋还不能先着急往下掏空 你这个棋要是冲下来 被白棋挖粘 直接就要死 因为粘的话 再一冲 黑棋就回不了家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变一个补棋 白棋底下挡住 这里收的也是滴水不漏 接下来 黑棋往上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扳一个 长一个 白棋右边挤 黑棋底下双 白棋挡住 黑棋在断 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收关的手镜 断的话 就是瞄着右边这里要挖 挖完之后 你打吃他粘上 这样先手把这里的空给收住 接下来白棋其实怎么收都行 反正右边已经不用补了 底下这里挡住 逆收也可以 黑棋要是挖 粘上就给他走 打吃的话 就把这个达尔环也给粘 这样白棋差不多也能领先个两木棋 实战李全豪下的非常好 走这个挖粘也是收关的好手 马上这个右边有个起 然后两个段 黑棋雷捕 白棋再把底下去给吃掉 黑棋挖进来粘上 白棋往上一虎 黑棋左边提截 白棋打吃完之后再提 黑棋底下一冲再提 白棋左下冲进来再提截 黑棋冲一个再提 最终白棋一战 走到这 深圳旭就终于认输了 因为差不多走下去的话 白棋 黑棋差不多就盘五左右吧 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变数了 那这盘棋呢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可以说李玄豪 一扫最近的这个 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啊 这盘棋把自己该有的这个超一流的水平 完全的给发挥出来了 AI一选的这个命中率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盘棋也是始终找到自己的节奏啊 不管是从布局还是到中盘 还是说通过跟变相一两盘棋 为大家所担心的这个关子 今天收的也是非常的好 可以说这盘棋 不管是对于我们棋迷来说 是一场盛宴 还是说对于李玄豪自己来讲 也是为自己证明的一个机会啊 这盘棋完全就是 一盘这个好局 像昨天他抽签 抽到深圳旭 其实我当然就在讲 这个就是上天给 李玄豪的一次 为自己证明的一个机会 对吧 你抽到深圳旭战胜 在这个大赛上面战胜小生 那绝对比说其他的都有用 之前也是输了很多盘棋 等级分也是狂掉 然后被大家 也是觉得这个 有些失望啊 包括对于他的一些争议 也是一直没有间断过 但是这盘棋过后 我相信这个李玄豪 这个应该会重新再站起来 彻底扫除这个心魔 很快 相信很快 他这个等级分可能要上去 好 那也是祝贺李玄豪 也是祝贺我们这个 中国棋手 这个给大家带来如此完美的一个发挥 好 那这盘棋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希望棋友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